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Cat 以下節目內容取財節時事評論員黃鶴文章 於大紀元新聞網首發 由上海封城製造的刺身災難 軟大於疫情本身為標誌性事件 習當局的動態清零政策面臨空前挑戰 挑戰背後是複雜的中共內鬥 習近平如果在二十大上三連任 將打破鄧時代以來的慣例 這時候政績會是一個重要籌碼 而習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疫情防治 及其總結出來的動態清零總方針 就成了中共內鬥的一大目標 疫情防治本質上是一個醫學問題 根據疫情變化調整政策是自然之事 但習當局之前將動態清零上綱上線 捧到與西方相對比的政治優勢 體制優勢的高度上 以至調整空間很小 面對政敵的攻擊 在三連任的壓力下 強硬堅持甚至不怕一錯到底 但動態清零政策帶來的種種問題 合好為反習勢力源源不斷提供彈藥 目前習當局的被動有雜誌新疆化的因素 但習近平並不是醫學家 他是被那些支持動態清零的專家誤導 如果沒有人在他面前拍胸口保證 習還會這麼堅持嗎 因此中共體制根本性的弊端是政治掛稅 沒有學術自由、言論自由 解決不了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問題 當前 習當局對動態清零的堅持 不是一個醫學問題、科學問題 而是政治鬥爭問題 政治鬥爭將會隨著疫情的變化而變化 大概只有二十大結束之後才有機會調整政策 跟動態清零直接相關的是全民核酸檢測打疫苗 而核酸檢測、疫苗都是要花錢做的 這就牽扯到巨大的經濟利益分配問題 哪些人來做這些生意呢? 又各做多少呢? 各做哪些區域呢? 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級都牽涉進去 爭奪之激烈是外界難以想像的 例如2月網路上流出一段 疑似是哈佛學者王萬聖在先人聚會上的談話錄音 其中說到 中國某集團公司僅靠核酸檢測一項就賺了6700億元 按北京大學教授李寧提供 2020年中共抗疫產生經濟收益數字 就將近要67萬億元 而僅這一個集團令人難以想像的收益數字 才是佔總抗疫收益的百分之一 這就是利益集團對國家防疫政策的綁架 其中的內鬥也很兇猛的 最近北京市衛建委主任于魯明落馬 中國疫苗巨頭科興公司的政府事務中心 高級經理曹曉斌突然病逝 普遍認為與此有關 而2020年以來 集團局也一直是加大醫療衛生領域的反腐力度 恐怕不是巧合 舉例說1月12日 與中南山關係密切的 中國第三方醫學檢驗 龍頭企業金域醫學 其全資子公司區域負責人 被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宣布立案調查 並採取強制措施 罪名就是涉嫌傳播病毒 非常離奇 金域醫學大股東之一是國開博裕 而博裕資本的實際控制人 是中共前黨魁江澤民的孫江志成 雖然遭受這次打擊 金域醫學的實力還是很強悍 直至近日 4月12日 中國政府採購網公佈了廣東醫科大學 附屬醫院外送檢驗服務項目招標結果 當中 金域醫學獨家得標金額超過2500萬元 疫情防治中 還有中醫體系和疫苗體系的博弈問題 當中較突出的例子是 去年8月6日 《人民日報》客戶端四川頻道當中的發文 中醫藥在兩次抗疫中的卓越表現 發文中披露了兩派相鬥的一些內情 隨即遭刪除 但又被一些官媒轉發 而社會上對中國疫苗的質量救病 起底蓮花清溫膠囊是世紀謊言的這件事 都體現出兩派的互斗 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中共的老問題 毛澤東也解決不了 習近平上台之後 不斷推進中央集權 自己做了核心 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解決不了 各級政府負責權利制度規範 還沒有建立健全 主要是依靠港政治強行壓制 地方的反彈也是強烈的 突出的表現就是躺平 例如去年下半年中央強調減碳 搞巧核 很多地區就搞運動一刀切 拉閘限電 不顧民生 放大矛盾 搞到習當局傷透腦筋 這波疫情 進一步出現了新的特點 傳染力強重症低死亡率低 在很多國家都被視為大豪流感 上海當局根本不想搞大動作 亦都想與病毒共存 上海做一個特殊性 他是江派的老巢 李強雖然是市委書記 但其實根基不穩 上海本地官員很抵制中央強壓下來的動態清零 亦都是躺平 上海市政管理水平原本是大陸最高的 但現在就急劇下降 放大和製造了民生災難 目的是要令老百姓的矛頭指向習當局 動態清零政策其實質含義是講政治第一 維穩第二 科學第三 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 經濟利益爭奪都潛藏其中 估計到二十大定局之前 習當局都會要求動態清零要實實在在地執行下去 內鬥不會停息 而且還會根據疫情的變化而變化 而中國疫情的真實情況 被中共嚴密封鎖可能非常嚴峻 習當局、動態清零政策的鼓吹者 同時也是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專有 4月19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說 未來新冠病毒變異及疫情發展方向非常複雜 既有可能向傳染性增強、致病性減弱的方向發展 既有可能向傳染性和致病性增強的方向發展 要準備迎戰可能發生的規模化疫情 吳專有這個說法容易頗深 一方面是對控制疫情無把握 事先要做心理建設 另一方面是替習當局將未來可能防疫失敗的責任 射出去推給上天 代表這是為自己和習當局預留後腦 可悲的是中共動態清零及其背後的內鬥 從來就沒有真正考慮過廣大中國老百姓 真正承受災難的永遠都是老百姓 而家自護人的財 canal 而家自虛的財務 因此十分改善了 最初請 吳祷 超過 河不武 最新的財務 射出 明晚 最新的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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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